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题 实数XYZ 满足X加2Y-5Z等于3 X-2Y-Z等于-5 让我们求一个X方加Y方加Z方的最小值 我们看他让求的这个式子 他求这个式子的最小值 这个式子里有三个字母 而且每个都是平方的 那么三个字母要求的话是不太好求的 我们最常见的是一个字母的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把这三个字母统一的 全部转换成一个字母呢 我们再往上看这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给的都是关于XYZ的一个代数式 后边给出来一个值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这两个条件 把X或者是Y用Z来表示 那么再代入到我们这个要求的式子里 这样就可以把其中的两个字母 给他转换成另一个字母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第一个式子呢 是X加2Y-5Z等于3 第二个式子 X-2Y-Z等于5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看我们学过关于 二元一次方程的一种解法 如果这时候我把这个Z 当成是一个已知的 把X和Y都当成是未知的 那么这两个式子就可以看成是 关于XY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那我可以解除X和Y 当然了 你解出来的X和Y呢 里边是带有Z的 这时候我们再把解决的XY带入这里边 就正好把这个式子全部换成了Z这个字母了 那么我们把这标成1 把这标成2 下边呢 我可以用一式加上二式 那么它们两个相加 这个加2Y-2Y正好抵消掉了 就剩了一个2X 这边呢是-6Y 这边减只要-2 那么整理一下 X它就应该等于3Z-1 那么我要用一式减去二式的话 这两个相减 X就正好抵消掉了 剩了一个4Y 这边是-4Z等于8 那么整理出来 得Y应该等于Z加2 那么这两个式子呢 我们正好可以把它带入到X方加Y方加Z方里 那么带过来之后呢 你的X方用3Z-1的平方来代替 你的Y方呢 那就成了Z加2的平方 再加上原来这个Z方 我们把这些完成平方全都给它展开 这里是9Z方-6Z加1 后边是Z方加4Z加4 后边再加上这个Z方 那么我们合并一下 那么我们合并一下是11Z的平方 减2Z 然后加上常数是5 那么整理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啊 这是关于Z的一个二次式 那如果我把它看成函数的话 就是关于Z的一个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 它的二次项是正的 因为11是大于零的 所以呢 它一定是有最小值的 它的最小值呢 我们可以根据二次函数的知识来求得 当你的Z它等于负的2A分之B的时候 也就是说等于11分之1的时候 我们可以求得它的最小值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带进去 也可以直接用公式来算 就是4A分之4AC减B方 我们把这个数算出来呢 它等于11分之54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 X方加Y方加Z方 它的最小值应该等于11分之54